食物无法顺利的从口腔咽喉安全的通过食道 就是所谓的吞咽困难 老化、中风、胃食道逆流、神经退化或食道癌等疾病 都容易引发吞咽困难 特别以老年人最为普遍 吞咽困难会影响营养摄取 造成食欲不好、体重减轻、脱水、营养不良等 也可能因为呛咽引发吸入性肺炎 吞咽困难的朋友 其实通常我们会有区别是 可能是吞咽的时候很容易呛到吸入性肺炎 所以居家的时候 如果说大部分的对于比较稀薄的液体 它会比较容易呛到 所以尽量不要给它太过稀薄 比如说清汤或者是泰西的这些饮料 我们尽量给它比较稠化的 方便它入口的 基本上如果医生有帮他做一些判断 它是属于口腔期 还是咽喉期、食道期 不同的时期 我们对于食物的质地的制备 或者是食用的注意事项 其实都会有不同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民众 最好是有到复健科医师门诊 先让医师帮你判读一下 那医师帮你判读过之后 自然就是再转接到营养门诊来 然后营养师会告诉你 这种饮食必须要怎么样去调整 那通常这种饮食它的特性 不外乎是从稠度去做调整 可能就是稀薄一点 或者是稠一点 或者是比较软直、堕碎的一个质地 对于通验困难的患者来说 在食物的制备上 以少量多餐为主 此外足够的水分摄取 也是患者的重要课题 因为喝水会呛到 容易使患者视喝水为味图 法界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